王老板在宁波渝瑶有一幢四层楼的厂房 以前是生产喷雾的 去年改做其他产品 看着像健身器械 王老板说这是专门用于水下康复的 前段时间厂里接到了转行以来的第一笔订单 10月26号他在霍拉拉平台上下单 要把一批器械运到北京 费用是2621元 合同价29万7千 这个五件还有一个罐 那个水树里的罐 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用那种比如大件物流 因为霍拉拉一直都是 我们一直在用霍拉拉 霍拉拉也是个大公司 用货都比较及时 也比较安全 再说去北京这次我们比较赶 礼拜应该是28号我们要用的 要拍视频宣传 下单后司机用平板车把货拉走了 当时所有器械表面都包裹了好几层透明的塑料薄膜 正常的话10月27号晚上应该到北京的 因为一直没到电话也联系不上 后来10月28号我们 我们北京那个朋友客户马打电话 联系到了司机 司机说货被烧了 所以说我 什么原因烧掉了 他说不明 下车的话后来是看到哪里起火了 在中间 是车上起火了呢 还是说车上的那些东西起火了呢 这种东西起火了 车给我烧了都变形了 后来我这个车是个自卸车子的吧 看见形势不对了 我赶紧翻起来说货给了倒掉 那不倒掉我车全部烧完了嘛 消防来了之后有没有说那个原因呢 没有 照片中 器械被烧的一片漆黑 车身也有燃烧痕迹 司机说 这个 他要找平台去沟通一下 他说 假如要需要打官司 他们也 他也没钱 是不是啊 那我们 我想吧 我们这个是通过霍拉拉平台的 来操作的 跟司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嘛 我们是跟霍拉拉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交接嘛 是不是啊 又不是路边轿的 驾驶员 那霍拉拉怎么说呢 霍拉拉说 他们只是一个信息绰合方 他说 跟这个 跟他们没有关系 下单页面里需要阅读并同意四个文件 霍拉拉软件信息服务协议中约定 霍拉拉作为信息服务居间人 仅提供有关居间信息服务 并不参与具体的货物运输搬运跑腿业务 如银护运输交易本身 以及与第三方产生的任何纠纷或责任的均与霍拉拉无关 霍拉拉与运输服务提供方不存在任何挂靠雇佣劳动劳务合伙合资或其他关系 霍拉拉服务平台给我来过电话 他说司机愿意出一万块钱 他说你不同意的话 让我走司法程序 这个东西它有没有保险 霍拉拉这个 这个我们不清楚 因为我们下单的时候 他也没有保险跳出来 也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形式的提醒我们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不叫愿意赔偿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呢 看到我头上都倒霉了 人家货主意倒霉 那么你前世这件事情 你纯粹不拿的点钱出来了 也是说不过去的 但是你要说叫我拿五个亿就来了 那不是你 实在的确实赔不起 五个亿有点夸张了 张师傅说 他想表达的是承担不起太高的赔偿金额 他问过保险公司 但因为没有买货损险 没法理赔 记者向霍拉拉反映了情况 平台方回复称 该订单用户在下单时 并未勾选保险服务 因此出现货损后 保险无法理赔 记者尝试在APP上发起送货订单 在确认下单的页面底部 有一个遵详五万货损保障的服务 可以勾选 还有全程追踪货物运输情况 安心无忧 跟号码保护 全程隐藏您的真实手机号两项服务 是自动勾选的 查看具体的货物保障条款 其中约定 因火灾爆炸或运输工具 发生碰撞轻浮 霍拉拉承担保障责任 每订单 每车 每次 最高保障金限额为五万元 霍拉拉方面表示 会积极与警方沟通 尽快确认起火原因与事故责任 在此期间平台会积极协调用户与乘运司机沟通 如无法达成一致 建议用户走法律途径 1818黄金远记者宁波报道